我們在往耀岳橋停車場的路上 在現場實地上草山這邊有一個碼頭觀景台 再繼續往下走你就會看到路邊有插路 插路走進去就可以走到耀岳橋 耀岳橋的另外一邊的出口就在往前一小段距離左右 那旁邊就是這個耀岳橋停車場 那也是同學們的作品這個二地戲流 所想要設計的一個地景的位置 來吧我們就請同學到講台上開始發表 來吧你們怎麼都站在下面請到講台上 好那我就來分享一幕OK 那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有 好 我開始 大家好我們這組的作品名稱叫做二地戲流 顧名思義就是二地與河流 主政公館社區以菜寮與草山兩大席為主軸 大家可以看到 雅克利上的河流是貫穿整個作品的 代表著串起公館社區的人士實地物 金色象征著珍貴的人文歷史 以跌加的手法做出層次感 請問你講慢一點 你講慢一點 好第一面代表著 這裡瓶瓶的二地地形 好第二面代表著人文啟發 早期希拉雅族為大宗 並有著經驗的十字文技術 同時也是唐姆生當時影像紀錄下的族群 第三面的雅克利象征著人口外移 橘色代表著聖年長者留在公館社區 作品的所在力可以看到對象的草山 藉由透以雅克利為媒介 以及官提供官者與場域互動交流 以上就是我們這組的設計理念 謝謝大家 好我再用白話文再說一次 哈哈 就是我們這組的作品 現在可以看到這個上面是兩條河 河流貫穿 那它就是草山溪跟蔡寮溪 那第一面的話 它就是呈現的是這邊的地景 二地的地形 那第二面的話 就是因為早期是希拉雅族為大宗 所以它是用那個 他們的十字文技術 我們這邊有用一個十字文的去做一個代表 代表個希拉雅族 因為他們的這個技術蠻經典的 那第三個的話 我們使用橘色是因為就是 橘色代表著年長者 那還有象徵者人口外移 所以可以看到第三面的河流 它是散出去的 就象徵者人口往外移 那我們的作品放在部分 是在草山 草山區的那個停車場那邊 所以從這三面看出去的對象 它是一個草山的地形 對然後可以透過這個壓克力的透 然後我們用層次的疊加手法 然後讓當地的人可以去 或者是來的遊客 他可以去觀去看對象的這個草山的景 然後做一個長域的互動交流 對 實際上透過這個壓克力的透鏡 要看到的是對面的山的景色這樣 然後你們在這個看到的景色的前面 做一個你們想要講的三面 三個鏡子的故事這樣子 對 OK 那個第三個橘色那個上面的數字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那數字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數字的話 是我們有去查一下它的那個數據 然後代表著它的人口的數量 從10836然後降到1553 所以它是在往下一個遞減的一個呈現 對 好 好 那我們請柳竹姐 老師 我很驚訝到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對 因為像左邊這一個 它就是一個非常 就是代表 有代表我們月世界跟 下面那個是月亮嗎 圓圈白白那個是月亮 太陽的意思嗎 圓圈白白的部分的話 您現在可以看到白色的部分 就是它是3D列印的 所以它是一個我們裡面的其中一個結構 那我們沒有特別去上色 是因為它是一個長域的作品 所以我們保持它的原貌 對 那我可以詢問一下 那就是這個作品你們是用整個 就是這是壓克力的嗎 對不對 對 那您剛剛有說那個圓圈圈 白色的圓圈圈是用雷 就是3D列印 那是整個作品都是用3D列印嗎 沒有 它的結構的部分是3D列印 就是現在所看到白色 那中段的部分我們是用一個金屬 但是我們金屬也是採用它的原色 然後以及壓克力管的一個包覆 讓它有一個層次的感受 那它在底部的部分我們是採用水泥 水泥也是一個比較 跟比較相對環保的一個材質 然後在它的底座 那也以及整體的一個配重 所以大概我們的材質上是這樣子 嗯 好 了解 好 那所以說 呃 這個原先你們是想要放在哪個位置 就是 如果是說真的你們這一次有成果發表 在現地的話 大概在這裡 哦 就是那一個 那個的牆壁上 旁邊這樣 嗯 好 對 那個是停車場的那個 邊邊 對 好 大概在停車場的 唯一一個 有一個轉角的那個地方 然後它看出去 它好是取到山的景 嗯 所以也是可以透過這樣子 就是 呃 它是一個透明的 然後就是 呼應到 就是可以看到對方的山 這樣子 對方的 呃 呃 對面的那個月世界的山形這樣子 對 嗯 好 了解 那 呃 好 這個 呃意象非常的深 就是剛剛您說的 就是其實 像第二面啊 您有講到是十字 十字的部分 呃 呼應到我們的十字秀那個部分的一個織法 對 那 呃 很棒哦 你們真的很有想像力耶 對 然後第三面也是 最最右邊那一面 就是散發出去 您剛剛有提到說 散發出去的概念是因為 呃 就是河流散發出去 但它 有另外一層意義就是人口散發出去的 對 沒錯 意思 對啊 就是讓人家 值得讓人家省思的一面 作品 哈哈 對 這上面對於整個公館來說還蠻重要的 對 真的很重要 那還 我還是回歸到剛剛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還是需要有一個說明 對 對 因為沒有說明的話可能 呃 大家會不太懂它是什麼意思 嗯 就很可惜的這個作品 對 了解 大概是這樣 謝謝 謝謝 喔對 老師我們有兩位年輕人 在裡面 啊 已經上來了嗎 太好了 對我們正達跟我們凱勳兩個專精都在上面了 對 然後 要不要跟大家打個招呼呢 要不然可以回歸 正達 可以回歸 可以回歸 看到嗎 有有有 誒有聲音 有有有 老師好同學好 嗨你好 嗨你好 他有進來這個地方 真的嗎 喔 他說他有進來 因為剛剛兩個老師離開23個 喔 OKOK這樣就OK 哈哈 沒有關係就是 他們覺得很棒 就是他們 覺得這個設計很有趣 對 然後 我是覺得整 整體來講啊 就是 他沒有回應 我看一下 他會不會站在我們的那個 外太 站太遠了 所以我們聽不到他的事 我看一下他在哪裡 鍾凱勳嗎 鍾凱勳嗎 有嗎 他在裡面 他在獎台 喔 DEE 就是他 他應該有進來 喔有啊 有看到 對對對 看一下 他說他沒辦法開麥克風 喔 OK 開麥克風 對 就是我們今天整個網路都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狀況這樣子 對 那其實我 我是想說 像剛剛有一些主作品啊 嗯 剛剛可能忘了 提醒同學 呃 因為我們做的都是跟在地 連結的一些作品 比如說竹子啊 木材啊 之類的 都是屬於比較 容易 撫鏽的 一種 材料 對 對 那我們要如何讓他保存比較久 那可能就是 稍微想 可能要稍微 做一點什麼 加工 加工 對 對 對 然後才讓他 可以保存 維持久一點點 嗯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可以請同學來教我們做這些 我覺得真的很有意思 真的 對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欸那個 賴打 正打 你沒有開聲音 有 其實剛剛有聽到聲音嘛 喂喂 聽到嗎 有有 你有看到他們的作品嗎 就是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2D系流的這一個 有 我剛剛 走來這個地方就看到現在目前簡報上的這三個 亞克力 好 要 可以 請你跟我們同學回 回饋你們的看法嗎 我覺得很酷 就是 嗯 因為其實我我剛進來說已經講一半我沒有聽得很清楚 可是我就是看到這樣的設計我覺得 非常的有那種 就是怎麼講 就是 就是讓我們覺得跟以往我們認知上的 的 不管是 那個旅遊上面的 異鄉的那個什麼 那什麼牌子喔 嗯 搞事牌是不一樣的方式 就 會變得跟 客人有一種互動的關係 是 我們其實在做這些作品的時候 呃 都有一個 小問題 就是 我們可以做一個QR Code 或者是做一個文字說明在作品上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做法呢 是 呃 讓當地的 的人可以來說 說故事 所以我們在這兩個 這兩個做法之間 我們一直在考慮說哪一種會是 呃 比較合適的方式 就是說 呃 因為我們如果是文字的話 它就是死的 就是寫怎樣 就是怎麼樣 那可是還有種做法就是 呃 也可以就是 呃 由當地的人 比如說 呃 呃 導覽的時候啊 或是怎麼樣的機會 可以 來跟 呃外地的人來說這些故事 那這些又變成 有沒有可能說變成一個 呃 觸發說故事的一個 一個 一個點這樣子 對 像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 上面如果有QR Code的話 呃 因為 畢竟這些景點 它 不是 五十五刻都有人 會過去這樣 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QR Code就可以方便那一些散客 那如果社區自己在辦旅遊的話 就是過去的話 就變成是一個說書人在引路的感覺 嗯 那時候就可以不用掃QR Code 可以直接跟遊客 直接跟他講 這樣子 嗯 對 好的 好 然後 然後那個 知識同學 我也回饋一些 就是 呃很顯然 我們放在 細管樓頂之後 發現有很多材質上的 的問題嗎 包括那個配重的問題 還有 呃 那個 環氧素質跟亞克力之間的 連接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強 所以 我在想這個作品 同學們可能要考量的是 看要不要把整個三片 就是他 呃 就是你每一個鏡子都是三層疊起來的嘛 把這整個三層呢 直接把它 呃 灌成一整體 灌成一整塊 就是不要讓它分成三片 讓它在 強度上可以好一點 這樣 千惠你們 你們的 可能後續可以 可以 繼續往這個方向 修改的話 好的 那我做 對 謝謝 好 呃 OK 那 我 我本來的想法是說各位同學應該是在你們各組的作品旁邊 然後 我們就可以邀請柳竹姐跟社區的朋友走到躍躍橋上面跟大家來做總體的回饋 那我就現在大家都塞在這個 呃 停車場這邊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 呃 請柳竹姐或者是社區的同學 呃 我們可以來給大家一點最後的回應 然後 呃 我們的這個發表就可以說 呃 順利結束 那我們結束之後 那我們結束之後我可以再帶社區的朋友我們再繞一圈這個地圖我再帶大家看 OK 那我們請柳竹姐先 嗯 呃 好 呃就是各位辛苦的同學還有老師 真的是太有創意的一個成果發表 這是我 呃 至今看過最最有趣 然後 最 怎麼講 呃 就是最吸引人的一個成果發表 我不能這樣講都會得罪太多了 哈哈 哈哈 我們應該說就是最預料之外 因為我們本來要去現場的 對對對 對對對 對啊 就是就是呃 怎麼講就是 原先是在現場 可是現在 換成另外一種形式 可是這樣真的是 意想不到的 就像老師說意想不到的一種成果這樣子 對啊 呵 然後我那天其實有跟韋琦老師講到說 這樣的方式其實很好 就是讓旅遊不再是一件 呃 枯燥無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呃 就是 也不是說枯燥 就是說讓旅遊會有驚喜 對 就是呃 有東西可以去發掘 對 讓更多的 意象 就是說他們看到這麼多的 同學 呃 產出的這些創新的這些意象 我覺得讓大家去省思很多問題 嗯 就是呃 就是他不單單只是一個一個物件 我覺得他其實物件背後就是他 意涵了很多的歷史 在地的歷史一個過程 歷史的痕跡在裡面 那呃 就是我覺得這是最 對 對 在這這些作品裡面我覺得讓我最感動的其實是這個部分 嗯 對 就是他呃 呃 扣合了我們在地的一個歷史的一個發展 一個過程 一個痕跡在裡面這樣子 對 對 不管是過去式的 哦 比如說煮法 哦 或者是說燈籠這件事情 或是現在式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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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過去發生 現在持續在發生 我覺得這個這些作品都是很讓我呃 呃 深層啊 在我的深層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感觸跟感動 嗯 因為呃 呃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其實呃 呃 就是會讓 會會其實想要 呃 讓這些作品更活化他 讓他更讓更多人去了解 透由這些作品 來了解我們在地的 或是說我們台灣 角落的一些 呃 就是歷史啊 或是說一些生態 或是說地質景觀的一些 變化 或是甚至於我們的天災 這個部分 讓大家有更多的省思 回饋在 回歸到我們 我們自己人類 對於我們整個生態到底做了些什麼 是不是應該 有一些事情 是不是應該適可而止 還是呃 呃 怎麼樣 對對對 謝謝 很重要就是 呃 我們我們 都只 假如說我們一般看待景色 都只能看到他的一個當下 對 那樣子就會變成說 我們只是一個路人經過而已 可是如果說可以有一些 呃 留下來 人留下來的一些遺跡啊 或者是說人留下來的一些痕跡 那人就會看到 欸 這裡其實是有一些故事 然後會 呃 對這個景色 開始有反思的一些產生 就會開始 對 對 我覺得 嗯 嗯 像景觀一樣 看到這個作品 他不單單只是一個作品 他會有他背後的一個意涵 這樣子 對 嗯 謝謝各位同學 真的很棒 感謝劉初姐 謝謝韋琪老師 呃 真的是沒有想 這是我 我還要想 這是說我 我沒有想過說工業設計是可以有這麼的 這麼有溫度 ok 對不起我 我重新認知一下 你同學可能很錯愕 怎麼跑來公社所的課會 是做這麼奇怪的東西 在一幕 對就是說 讓我重新 呃 認識 可是有時候我的想法就是說 在學校裡面做的設計是可以 難得 你可以跳脫出一般設計的框架來做的 所以他的具體可以比較有彈性 對 比較不一樣 對 我覺得這些對於設計師來說 都是很好訓練設計的思維啊 或者是設計的關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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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機會這樣 對呀 所以說 呃能夠看到說 呃你們 這種 不 我們不好意思 就是說我們認知的是一種比較生硬的科系 然後他可以做出這麼有溫度的一個作品 真的讓我翻轉我的想法 對 謝謝大家 好 呃 那我們現在因為我們還在直播 我們現在最後一段 那 呃我現在就直接來進ending的部分 就是 呃這個 像素 場域呢 是開放的 就是歡迎大家 呃 來自由參觀 那 我剛剛 兩秒鐘前 也把那個進入場域的 呃密碼給解除掉了 就是大家現在都可以自由的進出 然後呢我們也會期望說這個 呃地圖可以 鑽進去裡面 去看看 看看裡面有什麼樣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什麼樣的景色 這樣 好 那就呃 先跟線上的朋友說謝謝 感謝你們的收看 那我們串流的部分 先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劉總 謝謝老師 趕可能都在裡面 感謝各位同學 都在裡面 感謝各位同學